以西结书第29章 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帝。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 你诚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 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塞甲, 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鱗甲。 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鱗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 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 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 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 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鲁尾的帐,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 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腰。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刀剑临到你, 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 埃及地必荒废凄两,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法老说, 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 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 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 全然荒废其两。 人的脚,受的蹄,都不经过, 四十年之久并无人居住。 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 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并为荒废, 共有四十年。 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主耶和华如此说, 满了四十年, 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众的埃及人。 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 使他们会回本地巴特罗。 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 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 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 我必减少他们, 以致不再挟制列国。 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 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 便思念罪孽, 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 攻打退罗, 以致头都光秃, 尖都磨破。 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退罗, 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将埃及地, 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他必掳掠埃及群众, 抢其中的柴为掳物, 夺其中的祸为掠物, 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 我将埃及地赐给他, 酬他所孝的劳, 英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当那日, 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 又必使你以西节 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